你覺得自己在孩子心目中 最像哪一種動物呢 你猜我的字嗎 你寫好了 你先寫好 我們先看你們的了 牠很開心 撒基努是熊 納豆覺得 怪獸 怪獸是什麼 像怪獸電力公司那種大怪獸 還是你覺得爸爸像怪獸 是 算有點 你覺得爸爸像哪一種怪獸 有 像一種 我們做錯他在那邊 他不是 睡眠怪獸 念獸 機關敲怪獸 機關敲怪獸 你是在睡念的嗎 桑基努 其實那是焦 說焦吧 對 就是焦 有熟悉的話語 這種睡念被我們孩子詬病 他們的唯一 他們的見譜就是 這叫焦 明復興那個叫說焦 我是焦 焦 這個 同志不同音 我覺得你 對你當主持家 對 你當主持主 所以撒基努是狡辯獸 狡辯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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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國務老師的答案是什麼 我 老虎 是嗎 老鼠 你好 告訴我 不知道 不知道 為什麼他 告訴我 每天都怎麼樣 他就是每天講過 來 可是有一天他還能 來 我們要去哪裡玩 我們想要去哪裡玩 那我告訴你 這個叫做變色龍 對 對 所以你有想過說 爸爸在你心目中 是什麼樣的動物角色 然後媽媽在你心目中 是什麼樣的動物角色 媽媽 老虎 媽媽是老虎 老虎 那爸爸呢 只要被你媽看到的話 你大概 我怕講出來我心命不飽 我怕 心命不飽 我怕 他從早上那樣晚上 這孩子求生育很強 對 從小就知道 如何出軌 真的啦 我們其實很少 就是偶爾我們會比較 言以教之 就是有一些狀況 我們會 又是教 對 比如說那種禮儀 我覺得像小孩 他有時候 像我們去騎馬 他就會覺得 騎下來教練就問他說 怎麼樣好不好玩 他說我今天好累喔 好累喔 可是你想想看 你可以去騎馬 你可以 他跟我一樣 對不對 你可以享有這樣的 你還要覺得很累 我覺得這個是 對小孩的一個教育 他已經受不了了 你看他已經 阿滴鼓已經對這個 睡眠過敏了 然後那麗菁姐的答案是 我覺得應該是兔子吧 你沒有這麼可愛 怎麼可能 你沒有這麼可愛 那是什麼可愛動物型的嗎 你會不會 我覺得媽媽 麗菁姐完全不了解 我覺得媽媽長得很漂亮 可愛沒錯 但個性可能不太一樣 那所以媽媽在你心目中 是什麼動物 雞娃娃 什麼 雞娃娃也很可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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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在叫 誰在叫 對 沒有 一起叫 我就問 他們剛剛在外面是不是有喝可樂 對 我沒有 沒有吃小顆粒粒是不是 我覺得就是媽媽 他就是殷勤不定 心情不好 就會開始 雞娃娃滿像 如果在家是那個狀態的話 跟我一樣 雞娃娃我會覺得滿像的 就是 你今天不知道他到底心情怎麼樣 你有一天回來他會回來找你聊天 他幹嘛幹嘛 但有一天你不小心也沒有幹嘛 他就會忽然這樣 所以你覺得女生 滿像 就是殷勤不定 抓不到 對啊 他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攻擊家裡的人 咬別人 家裡冷霸力 冷霸力 所以你以為是兔子 結果是雞娃 對 我覺得應該是兔子吧 對 這就是 披著糖衣的毒藥 而且主要今天不是 麗琴姐不瞭解自己的小孩 是麗琴姐不瞭解自己的小孩 是麗琴姐不瞭解自己的小孩 放心 我們今天就在這裡 幫你找回自我的 不過就算這樣 我還是很愛我的媽媽 小布丁終於有求生育了 對 他如果完全幾周發現 他回去完蛋了 對